中国宣布开放旅行团 到日本去旅游 要请教这个挺好 接下来会有大批的中国团客到日本去 对日本的经济会有帮助吗 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有去日本考察一下 不过先说 那个时候人太多 人超多 我排队要进去入关的时候 排了三个小时 差不多 光是台湾人就已经这么多 暑假更夸张 更何况现在如果是 中国如果开放跟团 然后进入到日本的话 那人数的压力会有多大 不过要关注 其实它不只是针对日本 本身对于南韩 美国 英国 总共78个国家 都开始恢复中国公民的 出境跟团旅游 但是不包括台湾 先声明一下 但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日本的观光业 其实在过去两年 复苏情绪是非常快的 可是即便它在复苏 它也只是复苏 而不是超越前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回来的人 相对于前两年变多 但是跟2019年比较起来 还是少 还是少 而少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 中国在过去两年 仍然实施相对的出境管制 你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访日的外国人 在日本的旅游贡献来看的话 每年大概是250万 到300万人左右 在19年以前 21年到22年 几乎是没有任何人来的 现在来观察 由于台湾和韩国 人数大幅度的提升 已经回到200万 过去中国每年 进入到日本的旅游人数 大概是50万到100万人 所以如果完全回归的话 那就有机会突破新高了 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观光业 其实在过去两年当中 全球都只是用复苏的角度 而并不是报复性的创新高 这是值得观察的要点 以中国来看的话 在今年6月份 总共人数也才20.8万人 而且大部分都自由性 因为还没办法跟团 那韩国和台湾的部分 分别是54万人和38万人 都比中国人数还要来得高 但是你也可以观察到 不管是中国南韩 台湾香港 本身跟19年6月份 来进行比较 都是属于年减的 就是就算有再多人进来 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 没有回到19年以前的水平 所以这次要看一下 中国这次一开放 顺不顺势的 可以当日本的观光业 完全的打开 好 那我们可以理解到 日本观光业大好的 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日币贬值的压力 持续在扩大当中 这一次的确 虽然在YCC曲线上 有一种变相升息的感觉 但对于日币的拉抬作用 老实说并不是特别的显著 日币仍然目前 从汇价来看的话 仍然处于相对疲惫的阶段 那日币走贬 虽然有利于日本的出口 也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 让日本能够刺激消费 我们可以观察到 日本的CPI已经来到3.2 比6月份的美国CPI高 日本现在长期通促的经济体 是比美国的CPI来得高的 这说明一件事情 它的确点火成功 可是它点火成功以后 日本的实体购买力 或者经济能力 真的有变好吗 首先从购买力来做减速 从购买力来看的话 市场上很明显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观察到 岸田文雄最近的政权的支持率 很明显又形成了死亡交叉 也就是不支持率 再度的超过支持率 说明一件事情 即便你的出口变好 CPI能够有所提升 但是观光人数即便再回来 你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日本人赚到的实质购买力 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只是因为货币贬值了 所以造成总数目变多 但是实质上的输入性通膨 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我们还是值得观察 这一次其实直听河南 日本央行的行长也特别提到了 日币没有一定要长期续扁的压力 只要它在经济上已经点火成功 随时都有可能采取 本轮降息循环的结束 甚至有可能进入到升息循环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日本的货币政策做了30年 宽松了30年 终于在2023年发挥了效果 但当它发挥了效果 也是时候来暗示 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宽松政策 逐步退场了 好 商务回来关键的是 上述柜公司的轻援营收的 今天要全数揭露 哪一些个股可以作为资金避风港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